下面我们看一下另外一种计算的类型 我们来看一下教廷 说王涛连加连续的自然数 123 足个相加 一直加到某个自然数 就停了 由于计算时 他漏加了一个自然数 而得到错误的答案 是2012 果真是2012年 那么他漏加了自然数是谁呢 教廷就能有那么一点 技术含量在里面了 他不纯粹是体力活了 还有一点点的智力活在里面 就脑力活对不对 怎么办呢 同学们讲 他从1开始加 1加2加3 他漏谁我还真不知道 没准把2漏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 反正他就漏了一个 我假设他加到n 他是被漏了一个 他漏了一个 我们就讲 他要是不漏呢 他不漏 那你觉得他答案还是2012吗 不是 应该比2012干嘛 大 对不对 要大 因此我们让他大于2012 是这个意思吧 而左边这是我们 学习的最简单的 求和公式 谁不会啊 地球人都 都会 好 首相加墨相 乘以相数 除以2 大于2012 我把这个2移过来 就变成n乘以n加1 是不是大于4024 是这个意思吧 这两个数相当大于4024 又刚好大于他 是不是 那加上谁刚好是比较合适的呢 在这里呢 是要同时一些积累 相当于这两个数 相当于两个数相当于4024 接近他就有点比他大 那我们想 谁的平 那是不是很接近 就得把它当成一个平方数 平方是哪个数的平方 因为他们两个很接近 相差一嘛 对吧 那哪个数的平方 刚好是40几呢 这点呢 同时们是可以把它记下来 对不对 或者说你可以推导一下 实在不是是吗 663636 7749超了 那肯定是60几 对不对 到底60几合适呢 刚好比4024要大呢 我们发现 63和64的时候 是可以的 就等于403 明白啥意思 就等于403 刚好比他大 是不是 那要是64乘63 那大太多了 你加到64的时候 你发现他 比如说举个例子 比如你要是64 乘63的话 对65 稍微乘65了 对吧 65了 你看他大太多了 大太多的话呢 比如说再加加加 才加到64 但是居然漏个67出来 这可能吗 我才加到64 我现在漏加了一个67 就不可能对不对 因此我们可以去试一下 好吧 去试一下 那因此我们办 这一组是正确的 那他正确 那漏的是谁呢 还不知道 到马上就知道了 是不是63乘64 带到这里来 就变成什么呢 63乘以64除以2 就等于2016 是吧2016了 是吧2016 那他结果是2012 少了谁呀 少了4 同学们听明白了这个题 少了4 OK 好 那像这种题目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只要大胆的去写式字 然后加合理的一些验证 就没有问题 好吧 好 这题 讲到这里了 我们看下道题 说 在 这个小数后面的数字上方 加上循环点 得到的这些循环小数当中 最大的是谁 最小的是谁 纯粹考一些定义 对不对 是吧 在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发现 在2012年4月15日 不就考试那一天吗 就复赛那一天 对吧 跟日期相结合起来 加循环点的话呢 他说加循环点 加循环点的话 我们知道 最多加几个点 我们看一下 12348个数 老子 加8个点 有必要吗 是吧 我们加点呢 有这么加吗 最多加两点 对不对 前一个后一个 对不对 表示它中间 这部分是循环的 包括加点这些 那么加一个点 是不是也可以 那其实这道题呢 说实话没啥可讲呢 你试一下嘛 是吧 最小的话是哪个呢 最小的话 是哪个呢 他问先 最大 最大的话 就不但不能循环 最大的 我们发现这数 谁最大 是5最大 那我让最大那个循环 是不是就可以了 因此最大的是谁呢 我们就写 0.20120415 让这个5循环 那是不是全能 一大堆了 是不是 好 那最小是谁呢 你让0循环 对不对 但0的话呢 可以有这个0 可以有这个0 如果是这个0循环 表示0到5循环 对不对 这一堆循环吧 你不能光点一个0吧 这啥意思啊 不认识 对不对 不认识 因此 点一个0的话 要么是往后面 是不是 往后面 那如果是 我们去看一下 哪个比较少呢 0.2012 0415 这个比较少呢 还是 0.2012 0.20415 这个比较少 哪个比较少呢 不知道 好 写一下 写多几倍 你知道谁比较小 对不对 是吧 写多几倍 因此我们发现 它是比较小的 你乱梦 那这就完了 好 这是直接考 循环小式的一些 怎么说呢 说定义吗 也算 说它的性质吗 也可以 对不对 那用这种题目 没有任何技术含量 是呗 对不对 就可以了 但是呢 循环小数 如果在计算当中出现 它就是另外一种 比较难点的计算题了 先我们看一下 这个例子 好 说 3.625加 0.45的循环 减1又是4分 11分之4 等于how many how much how many 哪句话 对呢 我也不知道 好 这里涉及到 循环小数和分数的 一个混回运算 既然说混回运算 就要转化 把循环小数 变分数 或者把分数 变循环小数 都可以 在正常来说 我们应该把循环小数 变分数 对吧 好 我们发现 等于3.625 再加上 0.45的循环是一个全的 它循环是两 循环节是两位 那分母就两个9 对吧 好 而分子呢 就是循环节本身 减去 这个呢 是不是11分之15啊 到这一步 我们翻后面是可以算的吧 是不是 当然前面也是可以算的 好 前面先 我动它 3.625 加上 99分之 45减 扩大9倍 5945 145 是这意思吧 是这个意思的 好 135 稍微 135 135 是吧 就是 11分 99 扩大9倍 9分之 5945 135 好 那么 就变谁了呢 就变3.625 这四处 135 捡不了 相对 这次变减号 对不对 变99分之谁呢 他减他 是不是90 这是90 没错吧 90 那么 到这一步呢 你完全可以把它变成分数 然后再跟他进行怎么样 计算 但是如果我不这样呢 也是可以的 我用小数来 因为这个变分数 是因为有一点点麻烦 对不对 有一点点麻烦 是吧 好 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等于3.625 减去谁呢 其实这也是一个循环小数 怎么看出来呢 因为分母权的是9 是吧 说明它是一个纯的循环小数 是吧 0点纯的循环 而且是两位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那么 是不是 这个 90 放这地方 是吧 就90 没有问题吧 这个是 十一分之 十五 然后呢 就变成了 九十九分之一百三十五 然后让它呢 就算一百三十五 减四十五 是不是刚好等于 九十 对吧 因此呢 我们就这样减 那 怎么减呢 就三点六二五 后面是不是 呃 全都是零的 哎 全都是零 那减去谁呢 减去 零点九零 是吧 九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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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可以 其实是找到 规律的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把它减一下 比如说 那么它 是零 是吧 先不管后面的啊 然后它减它呢 是谁呢 呃 是一 对不对 我们没对起啊 它对它 它对它 呃 这个这不管 sorry 好了 应该是它减它 对不对 好 它减它呢 等于一 就九 九 再借一个 九减零 等于九 对吧 好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列出来 最后呢 我们算出应该是 二点七一五 九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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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循环 是吧 因为这里不断还有九零 九零 对吧 哎 好 那么像这个题呢 呃 同学们 只要学会 把分数和循环小数 之间相互转换 做这种题目呢 是不难的 因为题目也没有说 最后答案要保持的是分数 还是循环小数 是这意思吧 好 那么这题 我们就 讲到这里了